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吧 那我们下面就继续来跟各位同学来说 关于上个星期我们继续的那个现象学 那我们在前面讲到他那个心理学的时代跟哥林文的时代 那下面就是Frival大学论教师期 这个时候大概是他的这个最精华的时候 所以他的这个方法呢 后来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方法论 就是因为他这个方法而导致的方法论 那我们因为有两三周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做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慢慢来做出来 Frival大学论教的时期 这是1916到1928 所以从民国五年到民国十七年 这个大概有十二年的时间 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我们要主要跟个人来谈到的三样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存而不论的方法 那第二个呢就是现象学描述法 那第三个呢就是意向性的方式 所以有没有三样东西 那第二个我们讲说这个现象学的方法 就是在这里它所发展出来的这三样东西 那现在目前呢在现象学 在全世学来讲 它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模式 所以我们叫做现象学方法论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现象学运动 是借由卢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而不是他的理论 还要达成了那个现象学运动 现象学运动 那现象学啊 在它这个世界上 它所谓使用的现象学方法论 非常重要的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我们叫做存而不论 存而不论 那各位都知道 如果你们在上老师们课的时候的时候 它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叫做 Aboge E-P-O-C-H 这是英文Aboge 原来是希腊文 那希腊文到德国呢 就是Aboge 它就后来变成英文 那它就是叫做存而不论 它原来意思叫放入括号中 放入括号中 第二种存 什么叫做 为什么要放入括号呢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并不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入括号 那或者说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有争执 我们有争议 当我们有争议的时候 我们这些东西先不谈 就好像我们海峡两岸对谈的时候 我们先把旗舰放到旁边 把旗舰摆在一边 把我们相同的想法 我们先讨论出来 所以像刚才 昨天我们看到海峡两岸在讨论的时候 关于那个租税协定 租税协定就 我真是没办法讨论 因为意见太多 意见太多 所以后来两岸的这个 拥有四项要讨论 用四项两岸的东西要讨论 那这里面这次没有ACFA 所以这些人去抗议 抗议的抗议错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ACFA 下一次才有ACFA 下一次才有ACFA 那这一次就没有ACFA 这次只有四项问题 一个就是租税协定 租税协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 就是我们海峡两岸的银行 后来这些借贷的东西 你将来怎么样去面对 那这里有争论 有争论大家怎么办 就发过五号里面 说见诚不谈了 要免得后来三合七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敏感的问题 我们彼此没办法 或者说很敏锐的问题 或者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怎么办 那你知道一谈下去 关系就会坏掉 所以你目前还没有找到 一个你们两个可以处理的方法 所以只好先这么想 方鲁挂好 先方鲁挂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组组不论 对研究对象 作为一种过滤和还原的作用 将无法达到 绝无可疑的研究 就是预版预设 排除在现象学的研究版纸之外 所以绝无可疑的研究资料 跟预设 排除在现象学的研究版纸之外 所以只有透过 极端经验主义的态度 才能保证其所探讨的学问 完全限制在绝无可疑的范围之内 所以因此我们要谈的时候 现象学里面他就给了一个模式 第一个 你保证你的经验是绝对真实的 有时候我们的经验不保证是绝对真实的 我们的经验有时候是会变的 比如说我对一种理科斯武的口感 我昨天的感觉跟今天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十年前的感觉跟十年后的感觉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发觉你的经验不是绝无可疑 是可疑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把它讨论上 所以你把它放到里面 对吧 你知道什么 你们有个花脸人 花脸人 花脸人就是叫什么麻鸡是不是 那麻鸡嘛 麻鸡 那你知道这个麻鸡啊 这个花脸的现在号召的时候 它终终都是没有芳芙 没有芳芙的缺点在哪里 就是不能摆太久 对不对 大概一天两天就要吃两天 然后呢 大家 各位都知道这个麻鸡啊 最大的产量是客家人在做的 所以我有一次看到 在客家乡啊 他们自己怎么样去做这个麻鸡 所以他是用糯米嘛 把糯米来做麻鸡 他说那个鲜度啊 做好麻鸡以后的 一个钟头只能是最鲜的 随着时间的增加啊 那个麻鸡就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到最后就不好吃嘛 所以因此你要怎么样保证 你的麻鸡做出来以后 是新鲜的 是好吃的 所以他们就花脸做这个时候 就怎么样 做包装的时候 一定要做真空包装 所以这么小小的一个 一定要做真空包装 真空包装就是没有空气 来影响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 我们的问题啊 好 那这个保证鲜度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计算可以达成 可是口味就麻烦了 对不对 你十年前吃的一个毛鸡的口味 我举个例子再讲 今天是冬至 很多同学晚上可能会吃吃元宵 那我们家比较喜欢吃的元宵就是两种 那一个是台北最有名的一盒 每一盒的十五块钱 二十块钱 那非常贵 后来我说不要了 我们比较吃那么贵的 所以我们就去买台义的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嘛 就买台义的 台义的十个九十块钱 一个九块 一个九块还算好 还算好 那你们如果买那个超仓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 我们最长的啊 叫什么 啊 贵贯 贵贯 贵贯一盒要多少钱 八个四个 大概要八十块九十块 对不对 也差不多贩合 可是他们是保鲜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这个要怎么保鲜 就说台义的人 台义就是各位都知道 在台大对面 新生难路 有家卖那个 专门卖冰啊 最有冰的啊 台义嘛 后来我 他说 第一个 绝对不可以放动物 放动物他会裂 因为他会变硬嘛 会裂 裂了几次就不好吃 面的鲜度就没有 嘿 第二个 两天要把它吃完 那就麻烦大了,你就不能买太多,比如说我们贪心嘛,不会买太多,各种口味都爱一盒,因为他不能给你买单个嘛,他买一盒一盒,那你各种口味,花生的,芝麻的,厚豆的,然后这个枣泥的,各种各样的人家买,还有什么,糍米的,一大堆,还有什么,还有肉的,那你怎么买,那一架取舍, 我们家现在只有两个人,我们家小朋友全部都不在台湾,对不对,那我们两个人吃,我们看我们两个人吃多少,而且这个东西吃多了会厌嘛,对头只能吃两天嘛,那每天如果吃两个,那五个,你也不够吃,两个人加减不够二十个,那一盒你还就十个,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所以各位就这样,他说过了三天就不好吃,所以我们就发觉这些黑包贵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能够换一个,有点血,但各位同学知道, 还原来有另外一种还原法,就是定义嘛,记不记得我们说定义啊,一定要能够还原,也就是说,被定义词,跟定义词,要一致,被定义词是被定义嘛,所以比如说人,人是什么,那个人,是被定义词,是什么,是定义词,对不对,定义词跟被定义词要一致, 要一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还原,举个例子来讲,梁师兄先生在他的亚瑟小语先生说人是什么,人是有感情的动物,那我把它还原呢,还原是有感情的动物是人吗,这话就不能还原了,对不对,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是可以讲得通,可是有感情的动物是人吗,就讲通了, 为什么啊,因为除了人有感情之外,还有其他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啊,对不对, 可能有些动物啊,比人还有感情的,人还忘了像父異啊,对不对,他有感情的,所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感情的动物是人吗,我们就可以还原了。所以这个叫做还原,还原就是,前后意义要一致,这是这种还原,可是 threads 上去的还原是什么呢, 那他就发生,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因为你的经验我没有办法去体验了,所以怎么办,那我的经验跟你的经验不同,那我怎么样,我跟彼此怎么可能会有共同的经验呢? 我们彼此的共同经验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彼此有的共同经验中来看到这些问题。 所以因此,他的存在困惑里面就是要在绝无可疑的状况上,在这种状况上它有两种,一种叫做本质性的assess,你本质性的,前后一致要一致,那你不一致,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你就把它放弄刮好了,就好了,对不对? 另一种超越性的更麻烦,就是sendental,reduction,那超越性的,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些超越经验的一些经验,超越经验的一些经验,可是每一个人的管受那都是主观性,比如说我有一些直觉,哎呀,我对这个天气,我会有些直觉,所以我觉得会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有的人对气候,对这个时候水温,他会有这种直觉, 那这些直觉都是超越经验的东西,当他超越经验的时候,他怎么去存在困惑,他怎么去把那个方法挂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现在第一个方法就是存在困惑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叫做现象学的描写description,你怎么去描写,所以各位都了解,一般来讲我们说现象学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描写现象学,第二种叫做超越现象学, 那第三种呢,就是从而不论,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三种方法,那这种现象学的描写法要使常在研究对象之中的特质展现出来,你怎么把那个特质展现出来,所以,在上里面我们讲现象学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讲康德,讲黑洋,这些人,他们都讲用现象学这些名字,各位同学请聚, 他们所谓的现象学就是现象,就是表象,而为胡散来讲,现象是本质,那这个本质是什么,可以借由现象写出来,所以你讲话多多少少显示出你这个人的心理的想法,这个叫做现象学,所以现象学的描写法要使常在研究对象之中的特质展现出来,既不对对对象进行理念,也不试图挖掘现象最后的深层架构,而是要没有认知主体,对研究对象保存, 高度被动的开放态度,都进行任何主动的解释,尽力对现象做不争不解的描述,比如说,你要精确的描述那些现象,所以这里面描述的时候,包括感觉,包括看法,包括态度,这些都是你在描写的过程里面,所以说明的,我们说今天天气很冷,在这个时候我就要求对方第一, 第一,第一是什么,什么叫做很冷,对不对,什么叫做很冷,第一,当我们说很冷是几度以下位置冷,可是真的是几度以下就位置冷吗,也不一定啊,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那我们怎么样接受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感觉,共同的感觉和我们地主这个冷, 所以可能是不但是讲要温度,还要讲温度,还要讲湿度,对不对,多湿,像台湾,像欧洲的话湿度啊,根本不算冷,湿度很正常啊,就要凉了,不叫冷啊,那台湾的湿度是真冷的,为什么?因为有湿度,因为台湾的湿度加进去,所以台湾是因为湿,台湾冷的理由是因为湿冷, 而不是因为干冷,干冷不冷,湿冷是冷,所以你们就恢复,他觉得没有,这个是我们反映的定义,大家会不会都同意,说冷啊,干冷和湿冷是不同的,这个是我们反映的,所以我们不对他作识理念,也不是挖掘背后的深层结构,而是要求任职组队业业组队想保持高度被控的开放态度,就是我外能够下一次定义,不进行任何主动的解说正在工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意识的指向性,就是意向性,就是你有什么意向的东西,那这个所谓意向就是,我今天想要干嘛,我想要干嘛的想,要就是意向性,我等一等要去哪里,等一等我要去哪里, 要去,就是意向性,就是意向性,我打算毕业以后要出国去念书,哪一个字是意向性的,我打算毕业以后要出国,对不对,要对不对,要出国嘛,出国,出国是一个状态, 要是意向性,对不对,要是意向,所以这个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当我们听那个个案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听得出来,它语言里面在讲它有什么意向性的东西, 所以哲学啊,主要是帮助我们了解我自己的想法,跟对方的想法,然后我能够组织起来,知道它的思想里面,云含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在佛老板大学任教时期,它出来的这三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一个是献下去的方法论,就是存个不论法,第二个是描写法,第三个呢,是指向性,那意识的指向性呢,那就要看你意识对象的结构,这个等等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模式是怎么说明的,好吧。